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己创办了独特的武功 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拜他为师 哇 厉害哦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北京客 陈福胜师傅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样的一个武功 怎么称呼这个门派 这个门派啊 叫八级战斗 八级集合是哪个集 极端的集 战嘛 就是薄杀 薄杀 所以这是一个以实战为主的一个功夫吗 应该是的 即使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会继承一些老的传统 继承和传承下去 您反而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要开创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八级战道的前身是 八级战道的前身就是开门八级 八级拳 源于河北苍州 陈复生创立的八级战道 就是源于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中的八级拳 八级拳高手在发进时 甚至可达到四面八方坚固 拳法更进 朴实 动作迅猛 陈复生师傅 沿袭八级拳十几年 终于从中悟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拳法 八级战道 那咱们这个八级战道呢 这个八级战道吧 以八级拳为基础 所以到我现在创派 我也把八级战道前面 我是不忘施的 这是本 中国讲究这个根 讲究这个圆 这个圆 这个根在八级 八级不是八个方位吗 一般说在太极当中 比如说 它会走一个身法的方式 是打八方 全打八方 包括上方下方 所以咱们这个八级战道 主要的是要有 要上进 不上令 陈师傅 一般在其他的门派当中 讲究的是兵器与手法之间的结合 那在八级战道当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兵器之间的演练 有啊 你们会选择的是哪一些兵器呢 刀枪战击 抚越勾差 不用 都不用 那些都是表演的 他对你过来 拿着一把匕首 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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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都是实战 没用的我们不练 那我们来看看啊 八级战道当中的匕首近身格斗 谢谢 我们所创办的这个匕首 就是实战用 来 给我们大家演示 演示两套 好 走 把刀给藏走了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因为在北京客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过了许多的门盘 和一些优秀的武功达人 来到我们现场展示 其实陈师傅这个武术 应该是从90年到94年之间 自己进行的一个全球的 或者是一个大方面的推广 而且在很多展示功能 我们发现特别像特警的 晋身格斗 因为特警武术当中 其实有一个晋身的 一个紧闭的一个演练和操演 对不对 有一个琴拿格斗 陈师傅创立的八级战道 属于一种擅长晋身搏击的武功 分为战道掌 战道匕首 战道纯阳功 等八种不同种类的功夫 包含了拳法 兵器和内功 三种不同的武功修为 人家都说习武之渊 自幼出身是童子过 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宗元 比如说父亲或者是书败 爷爷 得有人大 那您这个习武之渊的这个根是在哪来的 我这个根啊 在我是一个孤儿 五几年吧 当时很落后 有敬老院 我就上敬老院了 敬老院是南来北往的 有些老人是失败决际的 那您的师傅其实就是在这些敬老院当中的一些秘密高人 对 那之后啊 听说好像因为一些特殊的演员 还游走于祖国的大疆南北 可以 拜访了一些名师 可以这么说 都去过哪里 什么武当啊 什么峨梅啊 什么黄山啊 就是还有很多什么 到现在我还有老师呢 我的老师还有呢 八十多了 嗯 也继续练习 其重家之所长 其实是我们陈师傅自己啊 推演 来 这是大齐拿小齐拿 这是大齐拿手 好 哇 注意要点 哇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 一招封头 一招饶命 是是 把脖子给掐住了 对 这是我八级段道里面的 哦 但是呢 呃 源于哪里呢 源于 中门派的 哎 中门派的一些个优点 哎呦 嗯 我自己呢 又 我研究这个事打76年开始 研究往里钻这些 嗯嗯 76年以前我是学了很多的门派 嗯 就会把他们融合 其实真正 融合了 因为从小就特别嫌武术 陈福生师傅不辞辛苦 走遍了中国山川大河和各个武术的花园地 他一边学习一边汲取各地武术的精髓 通过多年的习武经验和体会 1992年 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武术门派 并为其取名为八级战道 随着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陈师傅经常跟随所在的武术团体 参加全国各地的武术展示和比赛 由于武术造诣比较高 有很多想学武术的人希望摆他为师 1994年 在一次外出的武术比赛中 陈师傅收下了第一批来自美国 英国 挪威等六个国家的洋徒弟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了众多的洋弟子 还因此被北京电视台的乡村春晚发现 和洋徒弟们一起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第一次上春晚 我特别好奇这事 是啊 上春晚的感觉怎么样 哎呀 没啊 您不紧张吗 我都紧张 您确定您不紧张 我绝对不紧张 我可带来了见证人 我们今天很荣幸 请到了我们本次晚会的总导演 王春华以及我们导演朱小梅二位老师 来 有请二位 好 欢迎二位的光临 其实这样的一台晚会 应该从最开始的运作和自己的设计 应该注入了很多人的心思 比如说就像陈老师 之前是没有上过春晚 突然之间给他放到春晚舞台上 我们用灯光效果 所有的这种技术者来呈现他的时候 其实运作起来是有困难的 那是怎么找到这个陈师傅的呢 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兴的 在北京最西南角的一个农村里面 生活的一个老北京人 非常的普通 对 但是他身上从一开始吸引我们的 不仅仅是他做的事 而是他的这种事背后的他的这种心态 可以说他自信 而且他自由自在 他在做他自己一生的最追求的梦想 实现了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吸引我们 这还是要感谢北京 北京这座充满魅力的这样的一座包容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面可以说是藏龙卧虎 就这个陈师傅的这个武术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我也不了解 对我个人来说我对武术并不是很了解 他是一代宗师也好 或这个流派到的什么样的一个段位也好 所以我们没法去来定判 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 在这样的一个北京地道的一个农村 在这样的真正的一个老汉身上 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壮局 能有那么多的外国的海内洋学生 能够寄存在您的门下 这个其实让我们觉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这么一说太值得期待这台主题晚会了 没错 感谢二位导演 谢谢 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了 徐宇洛的生存八级战道战袍的这些小伙子 有一个小伙子不太明白 他喉咙这个地方放了一朵玫瑰 这是为什么 你是刚刚谈恋爱吗 What's your name? Spike Spike Where are you from? Australia Yeah 他学中国功夫 这个是什么意思 Why are you wearing a rose necklace? It's to remind me of the beautiful little things in life 是对生命中美好的事情的一种纪念 那你学中国功夫有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learned? I've been studying Ba-ji-jen now for two months now and 两个月 之前有没有学过别的 一般好像外国的朋友都会打台拳道 是 What kind of martial arts is the one before? Tai Kwon Do, Boxing, Kick Boxing, Sistema, Shaolin 会的还蛮多的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看看你的跆拳道的功夫 看看跆拳道吧 对,Badji Bad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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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了两个月吗? 可是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散发出来这种气势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虽然说我忘记了选法就 Badji 但是他打的时候他脸上没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武魂的那种杀气 更多的是对这种中国武术和文化那种热爱 但是他在享受其中 打得很认真 而且他真的忘动的时候会脸红哎 真的是 而且旁边的这些师兄弟们都会很着急 哦 哦 那你们还 你们还去嫌弃他 要不你们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来再看一个 等一下 我利害厉害 很棒很棒 练武术有多长时间了 哦 中文 他能他会说中文 哦 不用 已经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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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了 你学中文学多久了 中国功夫说 从07年 哦 学中国功夫 中文呢 你中文为什么说得这么好 谢谢 从2009年 我开始学中文 09年就开始学中文了 很软正的学习 之前是特别喜欢武术 是不是 对 所以我是小时候 小时候 对 我开始做跆拳道 哦 你学过原来学过跆拳道 对 我开始因为 别人他欺负我 啊 所以我刚刚开学的 他们不敢欺负我 其实是需要保护自己 对 对不对 一种防卫学习武术 是 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了中国 为什么来中国 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品不高 所以我要提高 学的真正的东西 哦 那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陈师傅的呀 中国的武术好多门派呀 我已经学了八一线道 要我就学太极了 嗯 我觉得我见 遇见师傅是一种的缘分 给我们讲讲呗 在哪儿遇到的 我跟你们说 嗯 2007年我去山东 山东远台 去山东远台 我第一次我见师傅 第一 然后他离开我们的学校 我去北京 我们都去古宫 去古宫 古宫在地铁 天安门洞 我就是见他 在路上遇见了 他突然了 在这边 我们跟我家庭在这儿 我们看他 他就突然出现了 对 他陈师傅 就遇到了 就是很精彩的 就是师傅 所以我 就开始跟陈师傅学习武术 在距离北京市区 约60公里的 大兴李贤一村里 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景象 天间地头 一群外国人 扎着马步 练着武功 甚至连村里的树 都成了他们练武的庄子 自从1994年 开始教第一个 来自南非的洋徒弟 18年过去了 不管是在外地教武时 遇到的外国人 还是口口相传 上门拜师的洋学生 如今 已有来自 美 英 法 德 义 等23个国家的 100多名洋徒弟 来到北京 找陈福生师傅 学习武功 但他们当中 真正能成为 陈师傅徒弟的 只有12个 陈师傅收徒的标准 只有两个 那就是坚持和缘分 徒弟们每天吃住 都在师傅家 他们也逐渐地融入了 北京的乡村生活 其实任何武术当中 都讲究的是 内外心的修行 比如说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听说陈师傅的门声当中 还有很多练是硬家伙的 是练硬气功的 今天现场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石条 但是我很担心 往常都是开砖 我们今天选的是青石板 您的爱徒们 觉得更难 真的行吗 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吧 哪一位 哪一位是可以 给我们展现硬气功的 艳军 艳军师傅是吧 艳军师傅要飞刀吗 来来来 有请艳军师傅 给我们展现一下 您的决定硬气功 有请 艳军师傅 你要劈他是吧 等我 稍等 稍等大侠 这真是真的 这真是真的 哇 重吗 艳军 不是 你看前面敲碎的 哎呦 你拿手劈他 来吧 来看看咱们的 八肩的真功步 有请 看一下这个断面 哇 这真的 你看 军哥 名目虚传 看看你的手 没事吧 天哪 好 薛薛 你可以吗 来 哦 薛薛 可以 稍等薛薛 稍等 你要比 你看 你要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北京是少尔武术冠冠 我是少尔武术冠冠 来 虽然是年 二十年以前的事 对 对 对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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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疼吗 哈哈 还讧继继继继继继继续 好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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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你的执着 其实这就是一个习武之人的信念 这就是中国武术当中的武魂 掌声送给各位 太棒了 如此深厚的硬气功 真是让人惊叹 陈福生创立的八级战道中的 战道纯阳功 就是修习内功的武功方式 战道纯阳功的最高境界 能承受三米高处 落下的石吨砸在身上 却毫发无伤 已经63岁的陈福生师傅 为了能更好地传播八级战道的功夫 还利用自己宽敞的农家院 创建了北京福生国际武术俱乐部 专门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洋徒弟 他希望通过教授洋徒弟们武术 能把中国的武术精髓 传播到世界各地 其实今天在现场 还有一个人在加入 他的身份非常的特殊 我们亲切地称呼为他 叫美女翻译 可是呢 他的身份不仅仅是翻译 而且呢 他也是一个二手的教练 怎么来理解 二手的教练呢 来 让我们早上请出 我们的美女翻译 有请 有请雅静 雅静 他们说啊 你是一个二手的教练 我就想 怎么叫二手的呢 后来啊 他们说 其实雅静身上的功夫 也是了不得的 你也能劈装 给我们讲讲 我劈不了装 女人何苦为难 你可以劈他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是怎么会成为他们的翻译呢 就是因为我的男朋友 是师父的徒弟 正式徒弟 是 对 他跟Patrick一样 然后 那个他就来 会常常去周末 我们会去师父家 在以前的那个李神镇 然后我们去那边练习 然后因为我在那边没事 所以他们要是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师父 原上的障碍 对对对 他们虽然为了师父 学习了很多中文 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隔阂 所以要是我中文去的话 他们就会 要我问师父问题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 师父是什么意思 师父是说这个不是那个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武术里面最难的 要理解的 就是他一些招式的 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那这样的时候 应该徒弟和师父之间 就比较大 英文很难讲究吧 对没错 很难去描述出来 没错 气定神闲 用英文怎么说 Just calm down 就是你要用很多的字去解释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很有趣的是 师父就算没有我在 他们跟比如说 他的洋徒弟他们练习 他就会说 一招一招慢慢解 比如说他要他做那个动作 他没到位 他就说这个 然后他们就会说 好 这个 然后他们就很像机器人 就是从那种一招一招 先从靠皮开始 对对对对 所以师父他有自己的方法 跟他的洋徒弟沟通 虽然师父的英文 就是慢慢在进步了 你说的好文化 真善的 陈师父现在他的这个语言 掌握语言的能力 一点点在上升是不是 就是师父他现在会用英文打招呼 很简单 陈师父现在手下的这些爱国们 都来自哪些国家的 斯伯克 来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怎么打招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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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nglish 应该回复他 Answer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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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ello Dango Hello 然后呢 这个是我爱尔兰的徒弟 爱尔兰 帕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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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招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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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 这位 这是11号 这月11号 我才把他接下来的法国学生 新国的 他刚几天 那法国朋友 那怎么打招呼 那也是 Hello 在法语当中怎么打招呼 Hello 是吧 您学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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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位 他的中文好好 现在全世界hello 是 对对对 Hello 这个小伙子呢 你给我们介绍 让他来我们 过来过来 来有请 王维 他有中文名字 他有中文名字 他姓王 王维 王维 他很好 他这波兰的 来自波兰 对因为 我叫王维 现在需要说是 Patrick 是非常表忠的土地 是吗 还有 我们在这 有两个学生 是 对 还有我现在 我的 现在 梦想 是学 正式的功夫 八级正道 八级正道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外国人来中国学 学功夫 还有 全部的功夫是 八级正道 八级正道是真好用 还有 是真的东西 你现在有感觉到自己的内力在增长吗 内功 对 我可以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用打我 我不能打我 那打这个 这个差别老大 别摸手啊 我也 你在模仿日本人吗 你建议让我们看看你里面的腹肌吗 哇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知道吗 这太让人羡慕了 我 我就一块 我没见过 太羡慕了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 许许多多人在自己追求梦想以及奔跑的过程当中 都会用泪水和汗水相互交织来换取我们期待的那个成熟的果实 那2013年到了 在北京客这个舞台上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能来到这里做客 今天要在我们北京客这个舞台上 让全球华人来共同了解到 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当中 会收看到这场美丽的精彩的 动人心弦的这场主题晚会 因为北京的郊区 农村完全不是可能城市人原来想象的样子了 你从这个舞台上 这台晚会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一定会让你觉得有意外之喜 意外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都说太平淡了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小小的播放者 二位导演精心的作品 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体验 2013年最美相似的主题之外 等待着我们过分来欣赏 好 把掌声送给各位 谢谢你们的光临 谢谢 每个同一时间北京的女人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